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中共合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驻联合国大使黑力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美国政府星期二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表示接受委内瑞拉、中共、古巴等人权记录极差的国家为成员国显示了,该机构对基本人权的极度不尊重 那么中共在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期间,有什么欺败人权的行为呢?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力尼基·黑力在宣布美国的退出决定时,指控俄罗斯、中共和埃及破坏美国试图改革该机构的努力黑力还表示,美国的这个举动并非意味着放弃了它维护人权的承诺 美国将在人权事务上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表示,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始进行改革,那美国会很乐意重新加入 一直有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被中共政府操纵,理事会的事务被中共代表阻挠和捣乱 甚至有批评者认为,该机构变成了中共和其他人权记录,恶劣国家破坏人权事业的平台 但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办公室主任索菲理查森,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决定退出人权理事会的决定是非常有问题的 其实即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目前不够完美的状态下,美国还是发挥了很多积极的作用 人权观察,2017年9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说,中共政府在联合国的反人权行为包括 试图限制与中共有关的人权团体和维权人士进入联合国 发扰来自中国大陆的民间维权人士报告指出,中共官员违反联合国规则 对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活动的维权人士进行拍照、录像 并限制中国大陆维权人士前往日内瓦附会中共 还利用自己在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里的成员地位 阻挠对中共时批评态度的非政府组织,获得联合国认证 并且成功地将已获认的维权人士列入黑名单,阻止他们出席联合国活动 报告还以中国大陆维权人士曹顺利为例指出 他在2013年,要求中共政府取草联合国人权审议报告前 征询公民社会意见,并试图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班 但却被中共警方拘捕 随后在看守所并试 中共驻日内瓦代表团2014年3月强行阻止人权理事会主席 应非政府组织,要求在理事会会议 文陶顺利默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对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感到遗憾 在回答他对尼基黑利批评中共人权记录有何看法的提问时 耿爽说,美国忽视了中共在人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他还说,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的决定 以使其维护人权的自夸形象濒临崩溃 与美中国大陆人权活动人士刘青 就此表示,美国事实上一直就是最坚定的人权维护国家 他相信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 将会继续维护人权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做出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其实早就应该退出人权理事会 早已成了人权破坏者歪曲事实的平台 虽然美国退出了该理事会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今后不会维护人权和普世价值 英国金融时报的有关报道说 包括英国、荷兰在内的美国盟友 一直试图劝说美国不要退出理事会 并指出,虽然该机构并不完美 但与其退出,还不如从内部推动改革 美联社6月20日的报道说 在美国政府星期二宣布将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后 美国的盟国都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决定感到失望 一位西方国家外交官把这个行动形容为是宇宙大爆炸 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朱利安布雷斯维特朱利安布雷斯维特 表示他很遗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失去了一个多年来维护自由的成员国 他说,虽然我们同意该理事会需要改革 但我们对他依然坚定支持 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迪里下提 就美国退出联合国理事会表示失望 并担心这会使中共破坏和阻挠国际人权事务的做法 变得更肆无忌惮 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令人很遗憾 我们担心美国的退出会使中共更有余的操纵人权理事会 此外美国的退出使我们担心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不再受到应有的重视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于2006年 因为其前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O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被指控未能尽到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 好 我 也认同 给这个势 请别打订 Hold